我想打游戏 没有游戏 那我要找小胖 他不踢球 没有球 哪有什么 有故事听 爷爷 讲故事 闷死我了 上午都不知道干什么好 老爷爷 快讲个故事吧 上次端午节的来历 还没讲完呢 这也让你发现了 好 我们再来讲讲 这端午来历的 第三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 滔神吴子虚 吴子虚 春秋时期楚国人 父兄都被楚王所杀 他投奔吴国 辅佐吴王 我们的故事就从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河驴攻打越国说起 河驴十九年 吴王河驴兴师法月 勾建 统兵抗击 勾建 派出军中罪人到吴军阵地 集体自温 这一举动 吓坏了吴军 哎呀 瘋了 这些越国人 真是瘋了 两军在坠地交战 勇猛异常的越军 斩落了河驴的大脚趾 河驴的伤势恶化 病情严重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叫来了太子福差 听 听我说 勾建 杀了你的父亲 必 必无 妄约 父王放心 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当晚 河驴就去世了 父王 河驴过世后 夫差几位 他任命薄皮为太子 加紧操练士兵 太子就是掌管 王家内外事务的官 因和王室联系紧密 有权势 一受宠心 夫差 你忘记了越王的杀父之仇了吗 哼 我怎么敢忘记 两年后 吴王夫差 调遣了全国的军队 任命吴子鞠为大将 吴匹为副将 去太湖水道 攻打越国 吴国 打败越国 越王勾建 带领着剩下的五千人 退到了快级山屯住 大王 您的王臣勾建派在下文重 转告您之指使 倘能允许讲和 勾建请为您之下臣 勾建的妻子 做您的下窃 大王 这次打败越师 乃是上天把越徒赐予我吴国 千万不可答应讲和 哼 再说 这越王勾建 他得知求和不成 打算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烧毁了王公宝器 然后却与吴师拼命 就在这时 文重再次献祭 大王 吴国太在薄匹 贪财好色 技功技能 与同朝的吴子虚 志趣不合 这吴王夫差 向来是敬畏吴子虚 而亲信薄匹 若能私下以财色 结其欢心 使其言于吴王 则何意事成 好 你去挑选宫中美女八名 连同白币黄金 立刻去暗中 败剑薄匹 臣领命 大人文重求见 文重 去去败将 求见我做什么 大人 文重带着重礼过来的 哦 让他进来 果君勾剑 年幼无知 开罪吴王 如今愿做吴臣 又恐吴王不受 顾遣文重 来拜见太宰 望太宰 能在吴王面前美颜 此时的薄匹 历经二十年 苦心经营 全是简盒 早已把焦横 而缺少心机的 吴王夫差 玩弄于鼓掌之上 唯一不能令他满足的 便只有财色了 越国弹幕且破 越国所有的财富 还怕不权归 我们吴国吗 仅用这点礼物 休想收买我 阅兵虽败 但还存有几千精兵 仍可立战 即使战败 越国也会焚烧宝藏 君臣投奔吴国的 死对头楚国 那吴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即使吴国得到 越国的财富 那大半也是收入王宫 太宰 您又能得到什么呢 若合一事成 越王并非尾身于吴王 而是尾身于太宰 那么越国所有的贡献 都得先经过太宰 再进入王宫 这样一来 太宰不就可以 独揽越国的财富了吗 来人哪 快起一壶上好的茶 款待府上的贵客 愿大王设勾剑之罪 则进入其宝器 倘若您不肯设阅 勾剑将尽杀其妻子 焚烧其宝器 然后率五千将族 与您拼命 福之愉悦 世仇之敌国也 三将还之 名无所谊 有无则无悦 有悦则无无啊 这种情况是不能改变的 勾剑贤明 文重范离更是良辰 倘若让他们求和返回 将后患无穷 大王 你现在不灭月 以后必定会后悔啊 我听说 我听说古代讨伐敌国 也不过是迫使敌国臣服而已 现在越国已经臣服 我们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吴王夫差本来就至交气傲 不把月王勾剑放在眼里 听了不辟唐尔皇之的话 当即答应了月王的求和 这 万万不可呀 大王 请三思啊 吴大人 不必多言了 得饶人处 且饶人啊 围困会计的吴军撤离了 而忠心耿耿的吴子虚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忧虑 唉 大王真不该答应了议和 这是越王的缓兵之计啊 十年生俱 十年教训 必会卷土重来 二十年后 我大吴之国 恐怕要化为一片荒兆了 吴大人 还是小心慎言的好 这 嗯